春雷即將要來報導了 氣象局局長鄭明連表示 雖然閃電跟對流雲系 目前離台灣還有點距離 但是已經進入氣象局的 閃電偵測系統範圍 氣象局預估週末就會出現 今年第一道春雷 加上東北季風跟華南 雲雨區東影的影響 中部以北雨勢也會變得明顯 不過氣象專家彭啟明分析 雖然南部地區也有短暫震雨的機會 但是預期與離解渴還有段距離 目前水情要全雷打解汗 到四月底前很難看到 今年的春雷還沒到 這兩天氣溫已經熱到向夏天 不少地區飆破30度 南部地區甚至上看36度 但接下來全台變天 氣象局長鄭明點PO出這張圖分析說 看到遠遠的閃電訊號 雖然離台灣還有點距離 但是已經進入氣象局 閃電偵測系統的範圍了 週末的時候 東北季風影響 其實第一個吟風面就有降雨了 第二個還加上 華南雨其實冬雨的關係 所以中部以北 這邊就開始有些下雨 有可能會看到 今天 今年的第一次的春雷 氣象專家彭啟明也發文說 有看到封面系統正在發展當中嗎 也伴隨閃電對流 週五逐步接近台灣 週末有雨天氣不穩定 南部也會有短暫震雨的機會 但預測雨量離解渴還有段距離 目前水晴要全雷打解汗到四月底很難看到 只能靠安打或觸及上壘或靠短打上壘或許慢慢有機會 另外氣象專家賈欣欣則貼出最新歐洲模式預測未來降雨 下週日週一各地有雨 但中部以北山區降雨較明顯 這幾個地方整片紅彤彤 下週四到週五 高雄以北也有一波降雨 但預測南部的累積雨量還是不高 以南部山區來說 可能也有一些零星局部的降雨 但是看起來它的降雨的情形 累積的雨量並沒有非常多 觀測四月上旬降雨條件 即之後到五月二十號之間 仍是不利降雨的環境 不過後期預報不確定性高 何時有明顯降雨進障 還要持續觀察 記者之間 全新國台報導